上一期视频我们说过了 推背图的宋言最后一般会告诉我们 他所预测的事情的结果和时间 那既然黑兔青龙又不一定代表年份了 按照推背图的预测 解决台湾问题又会是哪一年呢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研究推背图第43项 宋言最后的语句 唯有外边根数上30年中子孙节 其实根据推背图以往的挂项 图称送的规律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无论是称还是送 前面两句描述事情 后面两句就是告诉你结局 甚至精确到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后面两句送 唯有外边根数上30年中子孙节 到底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关于根数这个概念 我考证了很久 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所以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中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我们常说的根据根本 这里所提到的根 都是归根到底的意思 也就是源头 那么根数 很明显就是同源同根的树 也就是在同一个根上发出来的树 也可以叫做同根数 这里根数也就是比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大陆是一棵大树 那么台湾就是从大陆这棵大树的根上发出来的一棵小树 所以叫根数 所谓唯有外面根数上 强调外边 就是为了根 主干大树作为区分 指的就是主干之外的这棵 从根上发出来的小树 也就是台湾这棵树 30年中子孙节 直接点名的时间 就是在30年以内 这个30年是从哪里界定呢 根据很多人的看法 很明显 也就是2030年之前 其实关于解读推背图的原则 我一直都提倡 一切从简 都要从字面的意思上解读 不要过分解读 因为纵观前面已经应验了40多项 很多预测都是字面的意思 最基本的意思 没有一个需要过分解读 所以30年中子孙节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时间上来说就是30年中 但是这个30年 到底是10至30年 还是有别的意思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首先 我们再次横向比较一下 在宋言的最后一句 提到数字的挂项 共有9项 基本上占了6分之1的比例 再加上第三句宋言里面 也有两个挂项提到了数字 而且这些数字 大多都是代表年数 或者朝代更迭的次数 由此可以证明 宋言的最后两句 一般都会告诉你确切的预测结果 或者结果所发生的时间 我们就先看宋言最后一句 提到数字的挂项 它们的数字各代表什么 一次规律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知道 在本项里面 这个30年中的数字 代表什么意思 在全部挂项中 宋言最后一句 有数字的挂项 分别是 推背图第6项 几次 天地拨挂 一二年来见太平 推背图第11项 甲虚 水则结挂 东兵百万入秦川 推背图第14项 丁丑 择火阁挂 五十三餐运不通 推背图第21项 甲身 山则损挂 不是三六又难行 推背图第25项 物子 封山剑挂 子子孙孙 五五一 推背图第42项 以四火山旅挂 闹乱君臣百万般 推背图第43项 零五火峰顶挂 也就是笨挂 三十年中子孙节 推背图第44项 丁卫 火水未济挂 匹吉泰来 九国春 推背图第51项 甲隐 地则灵挂 补年一六 寿而康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九个挂项里面 出去两个百万这样的虚数之外 剩下的都是具体的数字 其中 匹吉泰来 九国春和 补年一六 寿而康 还没发生 我们不知道 确切指的是什么 所以具备参考意义的 也就是 不是三六又难行 子子孙孙 五五一 一二年来 见太平和 五十三三 运不通 这四句了 我们首先看 补士三六又难行 和子子孙孙 五五一 说的是什么事 补士三六又难行 指的是 北宋总共九位皇帝 也就是三加六 等于九的意思 而子子孙孙五五一 则指的是 元朝总共只有十位皇帝 也就是五加五 等于十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二年来 见太平和五十三三运不通 这两句 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 首先 一二年来 见太平 预测的事情 是指 安史直乱平定之后 郭子怡等人 收复了两经 结果 十四明再次反叛 并与 759年 再次攻下洛阳 但是 761年 十四明就被他的儿子杀死 762年 戴宗向 回赫借兵 再次任命 国子已为大将 再次 收复洛阳 再次 太平 所以这里指的 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是十数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 一加二等于三 三年的时间 因为确实是在 762年 平定的叛乱 再来看 五十三三运不通 这个指的就是 五代十国 从朱温建立后梁开始 到陈桥兵变 赵狂印 荒袍加身 寿善登基 宋朝开始 总共经历了 五十三年零三天 所以这个五十三餐 是精确的时间 就是五十三年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当数字少的时候 比如说 个位数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 向家 或者在别的地方 也可以是向城的 比如说 三六 五五 一二 但是当数字为两位数 又不是百千万百万 等这样虚数的时候 可能指的就是实数 比如五十三 所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本挂项里面 三十年中 很可能和五十三三 是一样的意思 那就是三十年 可是三十年 到底是哪三十年 它的开始点 又是哪一年 这个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所以我们目前 指倾向于 是公元纪年的 二零三零年之前 这也是目前 唯一一个解得通的解释 当然 如果你有更加合理的解释 可以告诉我 我也是非常欢迎大家 来进行讨论的 但是 这个 中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字面解释 三十年中 就是三十年的中间 也就是十五年 但是很明显 2015年已经过去了 而且什么也没发生 那我们就再想一下 三十年 也可以为三个十年 三个十年的中间 就是第二个十年 也就是二十年 所以 如果台湾问题 在2020年解决的话 我也不会感觉到意外的 虽然我从来不提倡 用眼下当前的事情 来套在推背图里面去 但是 也代表有这么一种可能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黑兔走入 青龙穴是双关语 既点明了 预测事情过程的内容 也点明了世界发生的时间 也就是代表 2023-2024年 而且根据台湾地区 领导人任期来看 他们的任期 也是在2024年之前 但是如果下一任 还是民进党当选的话 在他们即将要卸任的 一两年内 做出点出格的事来 恐怕也不是什么稀奇的 最后 再看子孙结 什么意思 子孙代表的肯定是 炎黄子孙 也就是两岸的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 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最终台湾问题 是由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自己来解决的 不会由外人插手 也由不得外人插手 所以子孙结这三个字 也就回答了 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疑问 如果有一天 大陆统一台湾的话 美国会不会插手 很明显 子孙结三个字 明确的指出 美国不会插手 也由不得美国插手 那么最后 我们再来总结讨论一下 这个挂项 既然是预测台湾问题的 难道塔的预测 就跟目前的台湾大选 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挂项 所预测的一些细节 还有所提到的 三十年中这样的用语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 蛛丝马迹 我们现在就大胆的尝试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就从 黑兔走入青龙秀这个典故来看 里面提到 兔阴晶之手 玄为水色 而水又为阴 再加上金生炭的解读 里面也提到女人 他这个解读肯定是从黑兔 得到的解释 黑兔乃阴中之阴 当然也代表阴人当政 所以由此可见 台湾大选很可能还是女人胜出 不过民进党的朋友 看到这里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按照他们的任期时间来看 台湾问题估计应该是在 2024年之前 女人当政的时期内得到解决的 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惯例 这个执政的女人 没有连任的压力 再加上其主打的台独牌 还有台独副手 在这样多个因素的综合下 做出点触碰底线的事情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也正应了台湾政论节目 里面经常被人提到一句话 极毒就是极童 好的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 在后面的视频里面 我会继续解读 推背图的其他卦象 并且还会做一些 总结推背图规律和特点的视频 告诉大家 推背图解读的方法 让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 客观公正的解读特别图 而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带偏了方向 带乱了节奏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